塞古鲁谈超越好物 塞古鲁说 作为人 你为自己设下各种限制 而你的好物 是所有这些限制的根基所在 仔细审视自己的性格 你会发现 它仅仅是各种好物的集合 这些好物的出现 是因为你被生命的二元性捆绑 而二元性正是孕育无知的温床 有各种不同的工具 被用来帮助人们超越二元性的捆绑 你喜欢什么东西 厌恶什么东西 仅仅是因为你在内心深处 对它进行好与坏的区分 那些你认为是好的 你情不自禁的就喜欢 那些你认为是坏的 你控制不住的厌恶 真因如此 在印度文化中 我们把Shiwa的个性塑造成 即美与丑 好与坏 可不与愉悦 与一体的综合体 我们把它置于 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样一来 当我们接纳它时 也就等于 接纳了一切 你超越了好物的局限 那么就可以超越你的二元性